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那我們今天又要來做對比了 我們之前做過悶蒸和打通水道的對比 今天要來做什麼呢 我們要做的是穿粉的對比 穿粉常常會發生在新手的沖煮上 有時候是研磨度 有時候是給水力道 有時候是因為你手沖壺 那今天學長會示範四種狀況是NG 穿粉的狀況 那另外一種是正常的 穿粉的情況之下可能就會讓你的風味很清淡 或者是說甚至於是幾乎沒有什麼萃取率 因為你的水就不小心就流過去了 那當然有些狀況之下你好像看不出來是穿粉 所以我們就利用正常跟不正常的情況來做個對比 讓大家來參考囉 OK 那我們就開始我們的正常沖煮 那我們水溫使用90度 然後咖啡粉是20克 研磨是歐的磨豆機的大約是5左右 好 那我們首先做悶蒸 好 正中間停留3秒 1 2 3 往外繞兩圈 回中間 好 40.8 好 可以看到齁 正常的悶蒸的情況之下呢 你的粉 是會裡面含水的 可以看到粉面上面是有很飽滿的水 不在你的粉跟粉的間隙之間 這種狀況基本上我們可以判斷說你的水呢 是沒有穿粉的現象 那這樣的悶蒸狀況呢 基本上都會讓你的粉很均勻地吃到水 是比較好的 然後第二段呢 我們打通水道以後呢 然後來推粉 好 正中間 好 可以看到齁 空氣湧出以後呢 我的粉層 我的空氣不會往下陷 代表說呢 你的粉層是有支撐力的齁 不會有穿粉的現象 然後往外推 推 推到180cc OK 然後我的水面呢 在往下流的過程之中呢 它是順暢而不會非常的快速的齁 如果你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突然 水一下子就流光了齁 通常可能就有一些穿粉的嫌疑齁 要特別注意 好 第三段呢 我們一樣從正中間 給水 正中間給水 那空氣湧出 湧出以後呢 我們就往外繞圈齁 不要在正中間停留太久 因為你空氣湧出以後呢 如果你在正中間持續的給水的話呢 就可能會有 狀況 就可能會穿粉 好 300cc 可以看到齁 我的水上來以後呢 它的流速呢是 不會太快也不會太慢的齁 它是正常有往下流 但是呢 又不會一下子流光光齁 一下子流光光代表說 你就沒有霸底了齁 好 整體的沖煮時間 大概是2分5秒到2分10秒之間 所以算是很剛剛好的流速 那這樣子的步驟呢 就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是沒有穿粉迹象的 OK 那我們就準備來看一下齁 當我們碰到其他狀況的時候 造成穿粉的時候的差異性在哪邊 那我們現在來示範的是 其中穿粉的一種狀況齁 好我們先做悶針齁 正中間 如果你給手太強 再往外繞 再往回中間 OK 你感覺 正中間還是會膨脹齁 但是你剛開始 最剛開始的時候呢 往中間灌了非常非常多的水 所以事實上的膨脹 悶針的膨脹狀況呢 會比正常的情況之下來的不顯著 當然你外圍因為也有正常的悶針給水 所以你還是會有悶針膨脹的感覺 但是從第二段開始 我們就會發覺正中間的凹陷狀況會特別的嚴重 所以待會我們在中間注水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一下正中間 你會發覺說 因為它剛開始悶針的時候就已經穿粉了 所以它的凹陷狀況會特別嚴重 好第二段 正中間給水 下去空氣湧出 好我們等空氣流掉 可以讓水聲非常的大聲 好我們一樣中間有很多的泡泡 然後往外繞圈一樣繞到180 好 但是可以看到這一段的流速 會異常的很快 而且聲音非常非常的大 就是因為你第一段悶針的時候 就已經把你的水道給過度的打通了 就穿粉了 好下一段 一樣正中間給水 然後正中間給水的時候 你會發覺你的聲音也是 異常的大 然後往外繞圈 好 然後一直繞到300 然後這一段的狀況也是一樣的 會發覺說 整體的流速流的非常的快 也是因為剛開始的時候水道就已經過度通了 所以導致你的整體流速呢 大概是1分55秒左右 就比第一段呢 整整快了10秒鐘以上 就流完了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呢 就很容易讓你的整體喝起來呢 是比較清淡的 然後果酸容易過多 然後前半段可能有水味 OK好這是第一種狀況 就是關於正中間悶蒸的時候 給水力道太大 好那接下來我們看第二種狀況 咖啡豆不新鮮了 OK 那咖啡豆不新鮮的情況之下呢 你的咖啡粉會比較不吃水 所以你用同樣的狀況之下呢 中間給比較多的水的時候呢 就容易有穿粉的現象 好我們來試試看齁 一樣正中間給 1 2 3 往外繞兩圈 回中間 可以看到齁 中間很快速的就凹了一個洞 因為你咖啡粉呢 不太吃水了 所以呢 你就算用同樣的手法 給正中間的話呢 正中間會沒有 足夠的吸收水的能力 所以它一下就會凹陷 那這種狀況呢 待會你在整體在沖煮過程之中 你會發覺說 你的流速整個都會拉得過快 因為它就已經穿粉了 所以這種不新鮮的咖啡豆呢 你要維持正常的沖煮 難度就會變得很高 非常的明顯有一個很大的洞 然後我們看第二段 推粉的狀態 好 正中間給水 剛開始的沒有問題 還是會湧出了 然後呢 我們再往外繞圈 可以聽到一樣水聲非常的大聲 好 我們沖到 180 可以看到齁 我的咖啡粉幾乎是沒有浮在我的水面上 所以水跟粉基本上是分離狀況 不像我們正常的咖啡豆呢 它是一個粉跟水會混合的一個狀態 就形成一個這樣的狀態 然後會幾乎呢 會把粉都在你的水面的下沖 所以你的整體流速呢就會比較卡一點點 好 第三段 正中間 給水 好我們一樣齁 把水澡打通以後 往外繞圈 然後這一段呢 粉跟水分離的狀況呢更顯著了 可以看到表面上當然有一層油脂啦 但是其實完全看不到咖啡粉的顆粒 水跟粉是完全分離的齁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呢 你會發覺說 到了這一段的情況之下 你的粉呢都卡在下半部齁 所以水是慢慢的從你的粉中間去硬塞過去的齁 所以呢 流速感覺起來好像還比第一 正常情況之下還要再慢一點點齁 大概慢了 將近10秒 2分15秒左右才流完齁 但是呢其實剛開始的時候呢 因為悶蒸的情況之下 水已經穿過去了 就穿粉狀況 然後後半段呢 第二段第三段開始呢 又因為粉跟水分離的狀況 所以導致於流速拉慢 所以會形成前半段呢 很清淡 後半段呢容易苦澀的 兩種極端狀況 都很不好的狀況 好那我們準備來看第三種狀況 極潛培的情況之下 可能會出現的穿粉錯誤齁 所以極潛培的情況之下 你可能要調整一下 你給水的力道齁 稍微放鬆一點點 那我們現在就模擬一下 如果我沒有調整力道齁 造成的穿粉現象 我們要門針 好正中間 1 2 3 往外繞圈 回中間 可以看到齁 其實 當你極潛培 在給水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沒有調整力道的話 就有點像是 跟剛剛前面那一種 不新鮮咖啡豆一樣 你的粉層一下就會乾掉 流掉了齁 有一點 釋放的風味呢 就會很慢齁 然後可能只有水水的味道齁 OK 那我們第二段我們來看一下 好正中間 給水 2 好 好 好 往外繞 可以看到齁 有很多的空氣齁 其實它是新鮮的豆子 因為它很極潛培 所以它的狀況呢 其實跟剛剛的不新鮮豆子 有一點點像齁 就是你會有一點點油水分的狀況 但是呢 你可以看得出來會比前面的 你的粉層還是有比較浮起來的狀態 因為它極潛培其實跟不新鮮豆子 它的類似的地方在於是說 它的粉都比較不吃水 所以在面對這樣的 給水的情況之下呢 都會有這種水跟粉層分離的狀況 但是呢 因為極潛培的豆子呢 如果它本身是新鮮的 就算你發生這樣的狀況呢 對你的風味本身影響不會太嚴重 OK 好 最後一段 正中間 好 往外繞 OK OK 好 可以看到齁 在新鮮 但是極潛培的豆子情況之下 它的 塞住的 時間也是非常的長 因為它的 當你剛開始的情況就是 剛開始悶蒸就穿粉的情況下 你的粉呢 基本上就是沒有吃飽水 所以這個時候呢 它的 風味萃取的狀況呢 就會跟一般正常的情況下很不正常 所以會有這種 整個不吸水的情況之下 一直往下沉 然後把你的粉塵整個塞得非常嚴重的狀況 所以可以看到極潛培的豆子 當我悶蒸 造成穿粉的情況之下 後半段甚至會淹水淹到 將近2分50秒 2分 3分鐘這樣 那 這個其實就非常的不正常 那我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的 大約是2分50秒左右 才 流完 跟我們正常的2分10秒 比較起來 真正多了40秒 其實雖然時間比較長 但是因為剛開始悶蒸狀況就不正常的情況之下 很多的好風味呢 是不會出來的 OK 那這是第三種的狀況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最後一種狀況 極細口徑的手沖壺造成的穿粉 那尤其是有些新手喜歡用細口徑的壺 但是他們在悶蒸的時候 常常沒有注意 導致於有穿粉的現象 這也是細口徑的壺常常發生的 一個致命的問題 好 我們來試一下 正中間我們一樣 給到25左右 好 再往外繞 好 OK 那我們正中間的 停留時間比較長的情況之下 事實上來說 它已經有一點穿粉的現象了 但是 你可能看起來跡象上面沒有非常的明顯 那待會我們再給 第二段給水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說 原來你粉塵支撐力是不太夠的 那就是細口徑你常常會犯的錯誤 我可以看到我們的粉 大約在 20秒之後 我的粉的乾的狀況就已經明顯變比較乾了 不像我們正常的情況之下 粉還是濕濕的 好 第二段開始 正中間 好 可以看到 我的水呢 不太會紅起來 會一直往下流 我的空氣呢 不太涌不太出來 不像剛剛的狀況之下 我一直涌不出來 代表說我的粉塵呢 因為細口徑的情況之下 已經往正中間往外穿了 好 我們趕快往外繞 好 但是呢 我的整體的水呢 也是上不太來 代表說我中間的通道已經整個被打通 過通的情況之下 所以我的水呢 一直沒辦法往 水位一直沒辦法往上拉 好 180cc 但是我的水位呢 遠比我正常的情況之下低得多 好 我們最後一段 好 一樣正中間 給水 好 你看得出來 我的水位一樣是上不去的 上的速度很慢 OK 水道打通以後往外繞 但是即使是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的整體的水位還是很低 一直拉不高 而且我的水聲非常的大聲 這原因就在於是說 其實剛開始我就已經穿粉了 好 完成 那整體時間其實沒有差非常的多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流水速度其實是很不正常的 就是我在給水的時候呢 它會一直穿水 但是呢 等到我的手沖壺 離開我的粉 濾杯的時候呢 它又開始積水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流速不順暢的狀態 一下呼快一下呼慢 那這種狀況呢 就會讓你的主線風味很不清晰 然後忽甜忽酸 沒辦法把特殊風味做出來 那這個是細口糊 當你操作不當的時候呢 會形成的穿粉現象 那我們看完了以上的一個正常 和四個錯誤的示範以後呢 希望大家都可以橫向對比一下 那其實穿粉這個狀況呢 是蠻常發生在各位充足的過程之中的啦 它也不是說只有一種 或是以上那四種狀況下才會發生 有時候你的研磨度比較粗一點啊 或是你換一把弧 力道比較大一點比較強一點的時候 都有可能造成穿粉現象 所以我們還是要認認真真的看一下說 我的粉這個時候呢 跟平常比較起來 有沒有一個不正常的往下凹陷啊 或是你的流速會不會不正常的突然變快 這都代表了穿粉現象 適時的去調整一下喔 把力道調小一點 把水給小一點 移動的位置呢 稍微往外移動一點點 讓你的穿粉現象 降低的同時呢 你就可以讓你的風味呢 就維持得更好囉 OK 那我們今天的對比圖呢 就說到這邊為止囉 如果各位有對於穿粉 有任何的疑問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希望為大家解答囉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